高鐵過年車票 今天臨時一開賣 網路訂票瞬間大塞車 尤其是1月29日 1月30日除夕當天 以及收價最後一天2月4日最搶手 幾乎瞬間秒殺 高鐵公司強調 訂票系統最多可容納22000人 實在是搶票人潮瞬間湧入 造成大塞車 55分鐘後才完全疏解 央行公布馬年生效套幣的模樣 馬年套幣共有3枚硬幣 主要的銀幣 正面是一匹奔騰的馬 而背面是北港朝天宮的建築 另外還有50元和20元的硬幣各一枚 今年的馬年套幣 預計發行12萬套 1月9日開始在台銀各分行銷售 民進黨台中市長選舉 黨內初選中午揭曉 立委林佳龍在初選中勝出 以44.73%的民調支持度 領先另一黨內競爭對手立委蔡奇艙的34.3% 林佳龍將獲民進黨提名參選台中市長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原院院士夏至青 美東時間29日病逝紐約 享受92歲 夏至青的著作 中國現代小說史 被視為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劇作 具有開創性地位 尤其已對張艾玲的金索記評價甚高 被外界視為是發覺張艾玲的博樂 新唐人在電視整理報導 尤其是 尤其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